微软Windows全世界蓝屏 这个事情以前我们也看过 大家好 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YouTube频道 今天咱们来讲讲微软蓝屏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什么叫蓝屏 咱们先讲一下 我们看到的各种照片都是一个蓝色的屏幕 但是现在这个蓝色要比以前好看 这个过程其实叫damp 就是微软的Windows发生了不可逆的崩溃的时候 微软会把内存里边的所有数据写到硬盘上去 然后以备什么 下一次重启的时候或者修复的时候 可以去查找原因到底是出现什么问题了 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一次崩溃 以及在下一次重启的时候 可以去恢复部分原来的运行状态 这是这样的一个功能 从Windows很早期就有这样的这种damp功能 当然那个时候的蓝色没有现在的好看 当时是一个很饱和的蓝色 现在应该是蓝灰等各种颜色拼在一起的一个颜色 软件崩溃 实际上就肯定软件还是有错误 到底分几个层级 第一个层级是软件可以自我修复 发现了错误 我们绕过去完事了 第二个层级是系统可以隔离掉 软件坏了 但是我们系统可以把坏掉的软件隔离起来 不会影响其他的软件去运行 第三个层次就是系统虽然隔离了故障的软件 但是有部分的系统功能就无法工作了 比如说你没法联网了 或者没法去做一些打印 或者没法去调用某些数据了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这就是更严重一些了 再然后是系统崩溃 就是我们刚才讲出蓝屏了 但是蓝屏你说还有没有比它更严重的 还有这一次就是最严重的是什么呢 就是蓝屏了以后没法恢复了 按道理说Windows蓝屏了 我只要重启一次 它是可以继续工作的 但是你如果一旦说我蓝屏了 重启了以后依然蓝屏 那这个就是属于叫最严重的 无法进行自我修复的这种崩溃了 再重启接着蓝屏 这一次造成蓝屏的到底是谁 你说是不是微软是Windows 不是 中国这么多人使Windows 这么多人使用微软的产品 全世界也有这么多人使用微软的产品 都没有蓝屏 这一次出事的主要是什么机场 医院 大的商超 都是这种企业单位出现影响了 它才会说造成了全世界的这种舆论的热点 你如果是普通个人家庭里头 蓝屏了 蓝屏了以后恢复不了了 你除非造成非常大的重量 才有可能会有舆论热点 像我们以前干过一次 也是Windows大量蓝屏 那一次我们影响的机器肯定比这一次多 应该有上亿台电脑直接被干蓝屏 而且是恢复不了的那种 对吧 但是也没有这么大的动静 因为我们影响的都是个人电脑 这一次什么医院 机场 超市 商店都被影响了 这一次的影响更多的是在企业端 造成这个事情的原因 是一个叫做Cloudstreet的公司 这是一个安全公司 像我们以前也是安全公司 电报移动 原来叫做金山网络 怎样是做金山独霸的 安全公司确实有可能会造成这种 叫不可修复的崩溃 崩溃了以后再启动 还蓝屏 为什么呢 因为安全公司想要解决所有的安全问题 我们要跟什么人对抗 要跟病毒 要跟黑客 要跟很多的这种非法访问 跟这些人去对抗 那么这些访问 它本身的权限是很高的 或者说它会绕过Windows本身的各种 安全机制 那么想要对抗这些系统 我们一定要取得比Windows本身的安全机制 更高的权限 所以我们以前经常干的一个活叫什么呢 叫访问Windows非公开接口 就是Windows本身有很多很多的接口 来供这些软件调用 但是呢 有很多接口是要给自己留的啊 这个是不对外开放的 甚至有很多的根本就不是Windows流出来的接口 而是什么呢 是Windows的一些后门的漏洞 很多的安全软件会利用这些漏洞给自己提权 这个过程中 说我们来防范更厉害的一些非法入侵 造成这样的蓝屏的最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利用的某一个特定的漏洞 被Windows封掉了 或者把它的某一些未公开接口 它修改了 修改了以后呢 又没有跟大家去沟通说 我修改了什么东西啊 因为本来就不公开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直接蓝屏 而且在重新启动的时候 我们这种安全系统一定会在Windows启动的很早期 就是Windows各种的什么安全系统都没有启动之前 我们要先启动 这样才能讲到最上面的C位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再出现故障的话 Windows的各种补救措施就都无效 因为我们先来了 就会出现这种蓝屏之后 重启依然蓝屏的现象 这个Crowstick公司到底是干嘛的呢 这是一家安全公司 它是由MyCafe的一堆高管出来创建的 MyCafe是很老牌的硅谷安全公司 他们很多高管都离职出来创业新的安全公司了 像我们以前在猎豹的时候也投过 MyCafe的一个华人高管出来做类似这样的公司 那么这个Crowstick 具体是做哪块安全的 杀病毒的吗 其实不是 现在其实没有那么多病毒 但是现在有新的安全需要应对 是什么呢 是黑客攻击 是各种各样的网络非法访问 你如果不小心的话 直接上来给你把数据后台锁了 或者把你的数据库脱走了 这个事是很危险的 Crowstick主要是干这个的 他们提供的软件叫EDR软件 就是专点防护的一些软件 就是我们对所有的客户端进行防护 干这个似的 他们在EDR软件里头是占18%的份额 并不是占的最大的一个 占的最大的一个是微软自己 主要是大企业才会去安装他们的软件 这个软件叫Falcon F-A-L-C-O-N 叫这样的一个名字 这个系统其实是可以满足很多企业特殊需求的 什么样的需求呢 你比如说我可以通过服务器统一的来管理 谁装了谁没装 谁那里有什么样的数据被访问了 谁有哪些数据被移出网络了 咱们前一段时间经常有报道说 中国人到美国去偷数据了 把什么数据从系统里考出来了 都是这种软件会监控的 当然了他们也还讲了说我们还利用了AI 现在不讲AI这个事肯定混不过去了 他说我们利用AI技术 然后把所有的网络攻击 各种的网络访问都进行了归纳总结 因为为什么就是网络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去访问你的系统 但到底哪一个是危险访问 哪一个是非法访问 哪一个是合理的访问 这个事你不通过AI去判断的话 是比较难以定性的 你不能说搞个简单的黑名单 白名单就可以搞定这件事 那个是很容易绕过的 也很容易误杀 这个里头一定是有这样的问题 那你说微软自己就是最大的 EDR软件的提供商 为什么大家还要在Windows再去装他们家的软件呢 很简单 这个软件不光是支持Windows还支持Mac 一些大的企业里头可能有些高管说我要用Mac 但是你是不是可以统一的由管理员来管理你的系统 说谁家的网络 谁的节点 在什么地方访问 有什么攻击 这个你就需要使用它的软件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公司的软件 也是可以同时提供Windows和Mac的这种服务的 但是微软自己的软件就只提供Windows的版本 你说我这个企业里头又有Windows又有Mac 这个事他就没法等了 这个事我们真的干过 这个事是什么时候呢 是2013年我们造成了大量的Windows蓝屏 而且无法重启恢复的 2013年的端午节 我们也是照例升级了当时的金蝉独霸 也是调用了一些Windows的非公开接口 但是我们没想到是什么呢 微软这公司他在端午节的时候他不放假 我们更新完了以后 微软在端午节的时候他又更新了一把 我们员工放假了 微软更新了 他把我们调用的一些非公开接口给关掉了 然后系统就直接起不来了 而且再重启 还是蓝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那你说我们更新之前不测试吗 就像现在这个CodeStreak 他肯定是更新之前测试的 但是我们测试一定是测试一些旧系统 最新的系统到底是什么样 我们是没法测试 因为微软还没更新呢 我们上哪去找新系统去 对吧 而且微软更新之前 他不会向这些安全厂商发公告的说 我要更新什么东西了 你们赶快去更新软件去 先测试一下 特别是对这种非公开接口 他肯定不会公之于众说 我把哪个接口封了 我把哪个接口改了 他不干那事 那就只能是崩溃了 因为当时我们主要影响的是个人电脑 所以并没有造成这样的全球性的舆论热点 但是当时反正也是很多人说微软蓝屏事件 但是我们当时还有一个很强大的竞争对手 叫360 所以360飞快的就把这个故事给扭转了 他说这个不叫微软蓝屏事件 这个叫金山独霸蓝屏事件 然后我给你们一个U牌 请你不要把某一个文件靠到U牌里 然后插上U牌重启 一重启我就给你修好了 但是重启了以后 他们就干了一个很简单的操作 金山独霸卸掉 然后把360的整套的杀毒软件装进去 就干了这么个事 这个事他就算修好了 那一次当时的猎豹移动 还不叫猎豹移动 当时叫金山网络 差点没死了 当时我们是有一点几亿月活的用户 然后大概是大几千万的日活 然后日活一下大概接近一半就丢了 而且这一半的用户 因为在端午节期间被360快速的洗掉了 导致我们最后再也没有重新把这些用户抢回来 也就是为什么后来我们不在国内继续跟360竞争 而跑去做海外的一个原因 国内被打死了 这就是当年我们干的事情 也是同样的问题 就是在更新的时候 后台的微软的某一些接口发生变化了 我们不知道就出现了 那么这一次 Cloudstrick应该也是类似的情况 那你说国内操作系统怎么就没事了 其实也有可能出现同样的问题 这个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因为国内现在好多做自主替代的这种操作系统 其实都是Linux Linux上的这种EDR软件 大部分是从一个叫OpenEDR的这种开源软件上改的 咱们比较一下 就是三个操作系统最大的 第一个是Mac 第二个是Windows 第三个是Linux 先说Mac Mac是最简单的 为什么 因为所有电脑都是苹果自己做的 它的型号比较少 它所有相关的驱动环境 相对来说要简单一些 Windows要麻烦一些 Windows因为有各种兼容机 你是惠普的 你是联想的 它是戴尔的 那家是华硕的 非常多的这些硬件在一起 而且Windows上面的各种各样的配件也很多 你这个是英伟达的显卡 它那是AMD的显卡 你这个里边还插了一些其他的这种插接版卡 对吧 它这种的情况要比Mac要复杂非常多 然后再加上什么呢 再加上升级的问题 对吧 这个Mac基本上在每一次苹果公司升级的时候 大家的电脑都会自动跟着一起升 所以对于Mac系统的维护来说 相对要简单非常多了 大部分的用户都是最新的操作系统的版本 其他的可能就是比较少数的 就算是少数的话 它的版本本身也是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分散 Windows呢在这一块就会混乱很多 对吧 这个去进行更新维护的时候 你没法确定说 还到底有多少个Windows版本 然后这些版本上呢 到底哪些补丁打了 哪些补丁没打 然后到底装了什么样的硬件 什么样的电脑 品牌 然后有什么样的配件 这事都搞不清楚 对吧 所以Windows本身的维护过程 要比Mac要麻烦 那么再讲Linux Linux要比Windows更麻烦 为什么呢 Windows好歹还都是微软异件的 对吧 Linux后头还有乌班图 有苏西 还有国内一大堆什么麒麟 华为的鸿蒙等 一大堆的Linux系统在里头 每件跟每件都不一样 每件使用的Kernel 就是它的Linux内核 再加上各种的驱动版本 都不一样 所以Linux的这种系统维护 要比Windows还要复杂 这个就是三个操作系统的 系统维护难度之间的比较了 国产的这种操作系统 一旦出了事情以后 它可能也不会出现这种特别大面积 说大家都使用同样的东西 一坏全坏 这个事不太容易出现 但是它整个的维护成本 是要比Windows加上Cloudstrick这种模式 维护成本要高非常非常多的 而且出故障的几率也要大非常多 那么国内有哪些主要的做EDR软件的公司 就是奇安信最大的 这是从360里边分拆出来 专门做企业安全的一个公司 然后是阿里云 亚信 申信服务 腾讯 华为云 都是干这个行业的公司 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 最终结果对于微软 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不会大家说 出问题了 我们把Windows都换掉 换成其他公司的操作系统 比如换Linux 我看那个真的是吃力不倒好 换Mac 你整个的成本会上升很多 因为Mac的电脑就很贵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Mac的电脑 你没法说我去给你做个收音机 或者做一些这种嵌入式系统 做一些定制系统 他做不了 苹果不给你干这事 所以你只能是用Windows 这是唯一解 所以对于Windows 对于微软来说 应该没什么影响 那么对于CloudStrike来说 他们肯定就是灭顶之灾了 CloudStrike最大的竞争对手 就是微软 在这个行业里头 老大就是微软 但是后面可能就会有一些 公司说我们也提供 既支持Windows 又支持苹果 可能还支持部分Linux版本的 EDR软件 你就买我的就行了 所以这一块对于他来说 是毁灭性打击 现在还有一些公司 准备向CloudStrike进行索赔 对吧 你给我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 你得赔钱 美国的话 有一些州是有类似于数据安全法 这样的东西的 它是按照你造成的经济损失 进行索赔 而且你想他都是由企业直接买单签协议 去买的CloudStrike的这种服务 那么他们的协议里头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这种责任与赔偿的约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他可能后面还会有一些理赔的事情 那么CloudStrike马上能够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明年续约率会下降 因为像他们这种公司都是一年一年跟这些企业去续约 我去开展一个新用户签约了 然后每年续 到明年的一大堆人说我们就不续了 我就干脆甭费这个劲 既然我都是Windows 我就想办法去用微软的算了 或者说我有一部分Mac 我就干脆Mac这部分我续你的 我把Windows那部分我就只用微软的了 我不跟你费劲了 对吧 因为微软自己提供这个软件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他自己有各种非公开接口 或者有各种高级的权限 他自己知道 对吧 你微软自己更新的时候 一定要告诉自己的安全部门说 我改东西了 你自己注意一下 测试一下 然后再去更新 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吧 所以干脆Windows就别费劲了 那么还有一个影响是什么 就是未来类似这样的协议再签约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一些新的格式化条款加进去 包括理赔 包括各种的责任的划分 所以在未来这个生意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难做 这个生意本身也不是特别大 全世界这个生意大概也就是100亿美金以内 所以这么几家公司分一分 对于整个的DR产业可能都是有一定的打击 特别是微软 如果把这块吃下来的话 那么大家日子都不太好过 所以主要操作系统还是Windows 其他的什么Mac Linux 特别是作为桌面操作系统 或者对于客户端操作系统来说 比例还是很小的 好 这就是这一次Windows蓝屏事件 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故事 好 感谢大家收听 帮忙点赞 点小铃铛 参加Discord讨论群 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 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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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